在广州横带里天津天海的比赛中,张林鹏开场20年分钟就累积两张黄牌现场,成为新次季第一软红球员的同时,也暂时保持了本次季最快被罚下的纪录,上海的比赛,到将近周金茂斯卡,这是本轮比张红台中,唯一一张直红离场,值得一提的是,主裁判放过了有副交动作的孙世林,没有同时出示两张红牌。 不过孙世林和百娇俊都遭到了身后关锋停薪,下放逆被队,罚款30万元的处罚。相比之下,河斗华校幸福球员金楠楠的犯规动作,已经显得足够有效,只是在自己失去位置,但并有还在防守位置的情况下,这个拉罩有些不够理智。 本轮第二个上半场让红离场的球员,是刀刘易峰的新营养生平,他在上半场第37分钟鲁马的谈小拼人动作,申请了第二张黄牌。 同样在这场比赛,出现了刚超开赛以来最严重的一切众生,提升背后对多拉多的放归吃到黄牌,导致后者骨折,面临长期虚症,在最晚进行的江苏西林与天津太拔的比赛中, 郑凯默背后放产特性拉,直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,此时比赛只进行了50分钟,张林鹏、杨胜平、郑凯默的红牌都挺时间长,而且在深奔利张黄牌的情况下,还做出这样的大动作,实际让人费解。 同样在苏林与泰达的比赛中,在红列上半场热动无球情况下,不如虚的附加动作,只受到了裁判的口头警告。 可以说,在轮钢超比赛,所有的红牌只有绿调的,都有冤枉的,其中,孙世林和战红队的动作,都够得上直红离场。 钢超都开工,大家就这么想念杨小平的亲民们,这些愿意的放弓,什么时候能少一些呢? 这些冲人去的防守球员,什么时候能像百娇就写的检塔书一样,重新新正赠我呢? 感谢观看育çons。